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這張商品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這個東西呢 是獨角獸的排氣管 那我們來為各位來錄這段影片 那獨角獸排氣管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 但是呢 我們之前介紹的呢 都是一個標準回壓的一個款式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這隻獨角獸呢 就是現在最流行的一個 小直通 也是大家所口中所說的一個這個 這個標準的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前段 前段是一樣做內縮 然後在這個 中間接合的地方 它是採取兩段式的一個設計 兩段式的設計 再用一個拉力彈簧拉在一起 然後後段呢 一樣是這個 特速的一個負面 然後一個吊架 那目前呢 各位所看到的呢 這隻就是小直通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整體的造型 然後呢 一樣是全白鐵的一個設計 大尾段一樣也是有 前段有內縮 然後呢 我們來聽一下一下它的這個聲音的部分 那我們下來錄這個聲音呢 然後聲音的話也是在我們車子的 右邊的45度角的一個地方 我們來做這個收音 我們來做這個收音 然後我們來實際聽一下它的聲音 那歡迎各位來做比較 那基本上那個商戶 我們的排氣管 在收音呢 都會在這個位置 都會在這個位置 那歡迎大家 可以在自己的這個電腦上面 可以稍微做一個評比 所以呢 當然不是非常 百分之百的一個準確 但是呢 至少有一個參考的一個依據 那歡迎各位來看一下 好我們現在發動 基本上呢 怠速的聲音呢 並不會特別大聲 可能跟一般的回壓比呢 稍微大一點點 好但是我們來聽一下 現在這個 我們有加油的一個聲音 好我們可以聽到齁 其實聲音呢 跟回壓比起來呢 還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差距在 非常大的一個差距在 還是會比較有一點音量的聲音 但是呢 聲音也蠻好聽的 我們來仔細再看一下 這個部分 而且呢 在尾段的出口部分呢 独角獸呢 設計上呢 還是以這個 這隻小直通的話 還是以單層的為主 還是以單層為主 然後這 我們看一下 在下面的一個這個 物片上的一個設計 那還是跟一般的這個 排氣板有一些些不同的一個造型 好那喜歡的朋友們呢 不管你是定制回壓管 還是定制這個 小直通的一個 邊管的一個部分 都歡迎到麥克 掌控機器的輕品來 做一個選購 都可以到 或是到我們的Facebook 連結到我們Facebook 做一個這個詢問 喜歡都可以參考看看 那蠻多車型 我們都會有現貨供應 謝謝大家